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亦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守你 令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创世记》二十八章十五节 《创世记》二十八章十五节 神对雅各这样说 祂说我要与你同在 无论你去到哪里 我都会保佑你 我必带领你回来这个地方 不会放下你 直到我成就我的应许 《创世记》二十八章记载 雅各在伯特利与神相遇 雅各一生狡猾 他用一碗红豆汤 骗了他大哥长子的名份 又假扮他的大哥 骗了他爸爸以撒对长子的祝福 以撒知道这一切的事 发大怒 他说我不杀你这个混蛋 我不叫做以撒 于是雅各就被迫要离开他的家 在家里 好像流浪一样 我们叫做着草 到处流浪 没办法回家 在流亡的途中 雅各经过的地方叫伯特利 当天是一个晚上 他举目望天 整天都是星 究竟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他心里面可能深有不甘 他在埋怨 现在行衰运了 现在走投无路了 以掃你好惹 你恶 你多人 你又大力又大胜 我本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份 现在都没办法可以得到 暂时给了你 我一定要得回 但是今天他无所依据 但他心里面也深有不甘 眼见前路茫茫 自己一个人在图上 心里面孤零零 就好像人生去到一些的尽头一样 有些时间也是 在人生里面 当人的能力智慧 他所做可以控制的东西去到尽头的时候 就是神开始 雅各一生狡猾 很想控制 很想抢他自己 觉得自己应该有的东西 他又没有悔改 又没有去寻求神 但很奇怪 神竟然主动去找他 神对他的应许 一直一直都是说应许 神没有骂他 没有责备他 并没有作出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要求 神一直被他应许 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神主动去找我们 有些时间 我们并没有去找神 可能我们心难 可能我们有很多东西寻求 原来 神是主动去找我们 并不是我们如何能力 如何本事 如何值得神去找我们 有些时间 我们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好 自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神不是让我们够好才去找我们 无论什么光景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祂主动来找我们 也可能有很多人 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自责 很多的内疚 很多的羞愧 但请不要忘记 神仍然在我们身边 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神是主动找我们 有些时间 甚至我们仍然很骄傲 我们不肯悔改 但你知不知道 神仍然在我们当中 在启示录里面提过 耶稣站在门外叩门 凡是听着祂的声音开门 耶稣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和我们一起坐直 坐直是代表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今天我们对神的心是怎样呢? 今天我们有没有尋求回应神的心? 兄姊妹请常常记住 当我们祷告默想灵修的时候 就让圣灵和我们说 祂常常的等候我们 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永远的不离不弃 祝福大家